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队长 网汉车间 油库都正要查锁 都没有什么异常 队长 专家都一切正常 立刻封锁检查 是 是 队长 有发现 这 应该是乙鹊引起的暴燃 乙鹊暴燃 经过化验 这是白梨燃烧后留下的痕迹 那现在就可以判定 白林自燃 引起的一却暴燃 对 可是这所有的重点部门 咱们都排查过了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你说这特务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就是为了除掉红霉吗 我没对他们产生什么威胁 钢丝绳 一定就是钢丝绳 就算是为了这个 难道除掉红霉 就能阻止我们破案吗 我们的敌人雪狼 不可能这么简单 不能排除这是敌人一次 很周密的破坏行动 队长 你是说 他们还有别的更大的目标 不能排除 目前我们场内 什么最重要 密封舱的制造工作 密封舱的制造 每一个车间的任务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敌人 目标是这个的话 那只有一种可能 密封舱的射击总图 这总图一共有两份 一份在韩厂长那儿 一份在楚宫那儿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楚宫那儿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人给我救火 别受伤啊 盘厂长 盈洁 跟我去韩厂长那儿看看 是 走 你们看 总图在这儿呢 这儿呢 专相组的同事在呢 韩厂长 在着火的时候 您确定您没动过这个总图吗 着火的时候 对 陆成带牛师傅和赵主任 过来对图纸 拿出来看看 是的 派发的图纸对不上 所以我只能过来对总图了 厂长 这是您要的资料 好 你放那儿吧 那我先出去了 好嘞 韩厂长 着火以后你去了现场 那这个总图 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当时把总图 锁在保险柜里以后 我就去着火现场 你去把火纸的水 很明显 敌人通过饼干桶里的水 慢慢流适后 这里悬着的银穴石 就会掉入这个消防桶中 鱼桶中的水 发生了反应 产生了血气体 同时导致桶内的温度升高 加热了消防桶上的这个铁片 铁片上的白鳞 一旦超过四十度 就会引起自然 然后就点燃了桶内的银穴气体 引起了燃烧 可是这个纵火装置这么复杂 那嫌疑人为什么不把我关起来之后 直接引燃呢 她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制造她有不在场的证明 后梅 你再好好想想 你有没有看见到底是谁 她一直用毛巾蒙着脸 我虽然跟着她 但尺寸距离不是很近 而且自始至终呢 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 季专家 你看这个桶的大小 以及这个消音的尺寸 还有这个以缺泥的重量 能不能精准地计算出 敌特到底延误了多长时间 根据你们能提供的数据 我推算出这些乙穴石百亿前的重量 约为五百克到六百克之间 所以 当这个桶里的水低于一公升时 这些乙穴石便会落入水中 产生化学反应 而这个桶的容积是四公升 根据桶上小雅的直径层能产生的流速 我的结论是 在桶里水加满的情况下 最多需要五到五个半小时 便可达到燃烧效果 五个半小时 这中间出入木工组的人可太多了 能不能再缩短一点时间 这可没什么办法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具体 装了多少水 只能按照最大值来推算 没关系 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至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明确 第一 第一 在这个时间段内 都有谁经过案发现场 第二 白陵 什么地方会出现白陵 从场内到场外 都必须严密搜查 第三 一定要查出这个饼干桶的主人是谁 童斌 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是 谁啊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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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为什么木工车界会长那么大头 还有人差点死呢 那招火的时候你看到图纸了吗 到底是谁在配合我 你让我给图纸拍照片 就有人把场场调走 是你 你就是那个头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我告诉你 专项组的人应该去找场场 去说图纸的事 所以呢 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 你现在应该是在公安局里 很显然 你成功了 陆长 相机给我 我真的给了你 这菜也没有回头路了 那块泰金书洋品已经在台湾了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我们现在只有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如果你后悔 你只能后悔一件事 就是你不该喜欢上我 是 我是不应该喜欢你 更不应该跟你写那些事 可是我做不到 就像现在这件事情 我明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但是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白慧 一旦我们暴露了 全都完了 你还有我 一旦暴露了 我们只有死 所以我们回不了头了 就像你收不回那些事 你收不回对我的感情 我也一样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一起面对 事成之后 一起去香港好好过日子 你总说去香港去香港 那我问你 他一旦去不了呢 那我们就死在一起 做一对苦命鸳鸯 对不起 宝正 对不起 我知道你是有志青年 你用你想做的事情 是我带子私 我打破了你的一切 如果你爱我 就请你相信我 嗯 相信我 相信我 嗯 黄丰山 外面有人找你 先帮我拿着啊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红梅姐 你在干吗 出院了 出院 葛主任说了 你最少要住三天 你这不到两天就要出院 我不同意啊 我这不是好好的 没事了 你还是谢谢丹阳吧 我看见你们两个在火场里面 我都要吓死了 王梅 你看我 有 丹阳 你快劝劝他吧 他要出院 要出院 说到你你就来了 我在这儿待着也待不踏实 组里还那么多事呢 带水果了 自己好好补补吧 要不然你给白慧 我不是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你看你这脸色又没休息好吧 要不要我跟你熬点要补补 要补的话 整个专家组都得补补 没办法 接下来的生存实验 才是水滴工程最大的挑战 生存实验 危不危险 只要做好保障就不会 对了 白慧 你们医保下组也要参加 好啊 那我第一个报名 实验在哪儿 在场外 具体地址主工他们还在找 你身体行不行啊 你嘴唇还摆着呢 要不再住两天吧 跟你说了我好着呢 放心吧 那水果 自己留着吃吧 那要不 自己吃吧 送不出去了这 是 没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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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注意安全啊 那个线接到那去 好 那好啊 王师傅 过去 是 王师傅 施工情况怎么样 都按照工期如期进行着 没什么问题 工人的背景看 都是仔细核查过的 没有问题 来 来 这边 这边 我见进入的工作人员 不太出身 一定要严格遵守魁定 明白 院长 到 山顶高点隐秘处 要这里赶上 安排站岗值班人员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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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李先生 要打扫房间吗 不用了 我今天很累 已经休息了 好的 好了 我以前也做过真经 没想到白大夫的治疗这么疼 不是什么人都这么疼的 看来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了 不是什么人都有这种感觉的 但你不一样 你这个病嘛 就是要疑疼止疼 白大夫 我冒着这么大的不见来找你接到 你一直不肯接招 是不是也太枉顾我们同事之间的情谊了 就连你的老长官徐温正 他都不敢这么对我 你们的事跟我无关 你更不配呢 在我面前 听徐温正这个名字 你就不想回台湾 你就甘心带大卢楼一辈子 你就不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 我的家 在卢文 你先干什么 你难不成为 把我们所有人都挖上来 然后想供他狗蜜吗 我要是狗蜜 你们早都死定了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也没有资格 在我面前直说话交道 哪怕就算你是从台湾来的 我也不在乎 我对你们的行动计划不感兴趣 我不想参与 但是既然嘛 你来质问我 那我也问问你 当年你们是不是 逼着我的女儿 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来 看来白大夫 还是关心女儿的吗 放心 她太年轻了 雪狼只是想以她逼你出山罢了 我不会是个孩子 干嘛不要逼我 干嘛不要逼我 因为只有你 才能杀了初卫青 这么多年 你们做事的手段 还是这么下毒 不是 你 你急什么 好 疼死你 好了 鬼叫好手段啊 好 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会如实禀告寇长官 随你的便吧 我再多说一点 我们对你可是知根知底 小心我把你所有的资料 送给共党 我让你的女儿前途尽毁 你敢 别逼我 别逼我 否则的话鱼死罔破 咱们谁也别太好 真的打算金盆洗手 出山可以 还是那句话 让雪狼来请我 雪狼要是死了呢 那好啊 那我就金盆洗手 好好行医了 我是雪狼的长官 你 雪狼说的吗 去 让雪狼来替你证明 让雪狼来替你证明 晚上期待老地方 不让你见雪狼 好 白慧 怎么样了 东西给他们了吗 事情解决了没有啊 这波数话的地方 跟我来 哦 陆成 你镇定一点 你这个状态 反倒会让人看出你的翻唱 你这个状态 可是我害怕呀 我派那些勾入国家机密 嘘 你搜他上 你怕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知道要判够他的罪吗 白慧 我们走吧 今晚就跑 跑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现在走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就算我们跑了 早晚还是要被公安抓 裤长 你看着我 我问你 总装图纸现在在哪儿 在厂长的柜子里 好 有人看见你拍照吗 没有 你也不去拍了 你什么都没做 你紧张什么 可是我的确拍了照片 我把底片给你了呀 你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拍照片 根本就不存在你把底片 给我这件事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 你这么紧张反倒是自寻烦恼 白慧 白慧 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怕 怕能解决问题吗 我不怕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将会是美好和幸福的 我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 我有什么可怕的 陆正 你再忍耐一下 老师说了 他会以你的名义 在香港准备一个账户 一个房子 到那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我们就离开这儿 好吗 陆成 你要坚强一点 你现在就是我的精神之术 如果连你都倒下了 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 你答应我 你再忍耐一下 你再忍耐一下 为了我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忍耐一下 好吗 好 我一定好好保护你 我不能失去你 有人来了 白慧 红梅姐 找你半天 陆秘书也在 是 我找白慧说点事 说完了我现在就走 陆秘书再见 他又来纠缠你啊 是啊 陆秘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真怕 又有流言蜚语 说不定那天 不是他调走就是我调走 不说他了 陆秘书 你找我有事 我是来问问你 我听珊珊说 你昨天去前宫车间送过药 那我想问一下 你肯定也经过过木工车间 这一路上也没有发现 什么奇怪的事 我从小路过去的 没有经过木工车间 你想想看 这路上你遇到了什么人 或者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碰到了保卫科的防干室 其他人就没看见了 好 那你忙吧 那个 我虽然也没什么感情经验 但陆秘书的事 你当断则断吧 我知道了我没见 我要是能有你这样性格 就好了 什么性格 干不离卢翠 蒙吧 谓翠 我是雪狼 来了 怎么的 今天还不打算露面吗 这是老规矩 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吧 所以你这么想吧 既然这样 我还是那句话 咱们精水不犯河水 从此 互不打扰 站住 来 师兄 什么事 找你有点事 把洗漱去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来坐 你干吗 我这累一天了 什么事 还是拜师的事 我跟师父说了 说没吐口再等我吧 师兄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你现在端一整只鸡来 也没有用 师父的经义不收徒弟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我能等 不过得先过了师兄 你这一关不是 赶紧吃啊 好 打遍我什么 我都会做这些事情 师兄 当年师父收你的时候 你的焊接技术 比我现在还好 跟技术没关系 这事我琢磨了 你看看啊 你有没有认识 厂里的领导 我说 他说 重口硕金才行 谁帮你说的呀 我那会儿 工会的黄主任 黄主任 对 这师父才说我为徒的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亲戚啊 你问题太多了 师兄 我是不相信你认识 工会这么大领导 要不然凭什么帮你呢 我刚入厂那会儿 厂里办了个十字班 他就是我的老师 看我表现好 好学 这才帮我说的话 我上哪儿找这么大领导 帮我说话呀 自己想办法去 师兄 要不然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要不然你帮我说说呗 你真是大领导 白大夫 你怎么说 你也算不认识 想办法呗 别说 看这里 让你起来 你把他偷了 这个人 该在这儿 我这样的 我说你 就能不能给你 又不会被骗到的 哪儿 конечно 你性大理 我说他是 怎么会 不愧 他不愧 他就让他 我命令你 归队 答应我一个要求 说 让你的手下 任何人都离我女儿远点 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一言为定 说吧 什么事 让我做什么 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医术 你怎么又来了 我想你啊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一天见不着你 我心就不踏实 我心里有多煎熬你知道吗 我不是不想见你 说洪梅姐给我敲警钟了 怕演毒 我怕她看出什么苗头来的 这事她也管 这事她也管 既然他们都在查 我们最好少在场面接触 这个时候 可千万不能被公安 看出什么破绽来 事已至此 我白会终将会是你的人 我既然选定了 就不会后悔 你信我吗 对了 你有没有饼干桶啊 什么饼干桶 我听说专家组在哪儿查饼干桶 好像和什么物工车店的奏火案有关 这事和你跟我都没有关系 别担心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 我现在做梦都想去香港 这个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我就想天天守着你 老师说就快办好了 老师香港 别说我天天黏着你啊 怎么会 你快走吧 一会儿洪梅姐又要来了 好好好 好 白护士招 一会儿麻烦您 又流鼻血了 你这鼻子怎么又流血了 你着急就流鼻血 跟我来吧 我来处理 好好好 你先去 麻烦您 师姐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你最近注意点 专项组正在查饼干桶呢 这么快 这是上风给你的费用 好 以防外衣 情况不对 赶紧走 还是师姐最关心我 可是现在 男神少年班只剩你和我了 这么多年 在你身边工作我最大事 一定要注意安全 护士长 五号房的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 知道了 您怎么又流鼻血了 那毛病了 估计是治不好了 别说话 走吧 这段时间 没事尽量别来找我 你看看 是这个吗 这不是我百宝箱吗 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 怎么给受成这样了 谁干的 最近你宿舍有什么人来过 那多了 这一屋子那么多人呢 具体说说 包括最近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我这除了忙工作还能忙什么呀 对了 前两天休息 我 武锐还有小嘎子 晚上我们去捞虾 回来呢 武锐叫我们做虾酱 当时啊 就在这个桶里拿出来过滤网 对了 这个这个 虾酱还在这儿呕着呢 来 看一下 当时拿过滤网的时候 武锐在场是吧 当然 他们都在 好 我们了解了 今天的问询别往外说 明白 公安同志 我会的 那个 是不是武锐偷的呀 这位同志 不该问的 别问 我明白 咱们厂最重要的 就是保密制度 这个饼干桶是王庆超的 所有的疑点 现在都指向当天晚上和王庆超 在宿舍一起做虾酱的四个人 这里面嫌疑最大的是武锐 我记得当时卯汉车间 钢丝绳插扣的案件 最大的问题也是处在他这儿 而且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王丰山 接着说 我通过王丰山了解到 我在这儿呢 怎么样 武锐最近没什么动静 现在大家都在忙着 密封舱的活儿 武锐跟着牛师傅挺辛苦的 你想办法侧面打听一下 当年他是怎么拜牛师傅的 另外 如果他提到一个造船厂 叫黄继庆的人 马上告诉我 黄继庆 我记住了 去吧 好 据王丰山说 武锐当年 是由黄主任 介绍给卯汉车间 给牛师傅当徒弟的 而这个黄主任 叫黄极庆 是潜伏的特务 当年被公安发现后 拒捕已经被击毙了 他之前 有没有离开过车间宿舍 木公族的火 是不是他放的 着火之后 有四个人离开过车间 分别是去找厂长的 牛师傅和赵主任 还有就是武锐和钱安康 钱安康是去车间组送货 武锐说 他是去车床车间 给牛师傅取件了 牛师傅 看来我们得跟牛师傅 好好谈谈 好嘞 古锐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 好嘞 谢谢啊 古锐 光山 把焊接好的件 往车上搬快点啊 好的主任 牛师傅 牛师傅 什么事啊 专项组的公安 让你去一趟 还不找我 对 快去吧 小队长 黄公安 有事 是这样的 牛师傅 我们呢 想从侧面跟你了解一下 这个武锐 当年他进入卯汉车间 成为你的徒弟 是谁介绍的 我们大连造船厂工会的黄主任 叫黄极庆 怎么了 到现在 我们也不瞒您了 黄极庆是特务 特务 是 您帮我们仔细回想一下 前些天 穆公主着火之前 武锐说他去车床车间替您取件了 那么 您想想他去了多久 那天呀 去了各把小时 我还骂了他一顿 去取个劲慢慢吞吞的 观看同志 武锐这小子都 牛师傅 武锐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异常 这小子吧 平常油嘴滑舌的 人聪明 学东西也快 干活也不错 最主要 他对我好 要说 异常吗 要说 异常吗 喂 喂 说你吓我一跳 你小子干什么呢 昨天晚上抓两条鱼 给您烤鱼饰 解解缠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手套让火里 这手套破洞了 当火隐子 你怎么就没有勤俭节约 这根弦呢 这手套再破它也是手套啊 你留着以后能换新的 你现在把它烧了以后 怎么换新的 师傅 我这急着给您烤鱼吃 你不不不必上根上线 是 不必上根上线啊这个 你小子 你小子 就是 哎哎哎哎 他说 他是用手套去引火 是啊 可据您刚刚的描述 这火堆是已经着了的 为什么还需要用手套引火呢 又黑啊 火都烧了 他还引什么火呀 这小子在跟我撒谎 队长 很显然 武锐烧掉的那只手套 就是杨德山丢失的那只 他这是在销毁证据 这小子 跟了我六年了啊 我真是瞎了眼 我就找他算账 牛师傅 牛师傅 我们呢 倒有个办法 武锐 你干吗去啊 上厕所去 正好 走 一起去 干吗要一起 你是狗屁膏药吗你 谁狗屁膏药 我这不正好也要上厕所吗 好 那你去 我不去 去去去去 别呀 一块去呀 来 师傅 我们正要去厕所了 走走走 回来 给我憋着 干活去吧 给我干活了你 师傅 师傅 我憋着掉 憋着 给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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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哎呀 师傅 我叫你闭嘴 算好了 算好了 我问你啊 上次那个烤鱼 你是怎么烤的 这火烤的人 师傅 您 您看起来 那我就直说了 上次你弄的那两条烤鱼味儿还不错 这两天再弄两条做烤鱼 这不是小事吗 今天晚上我去给您抓两条 给您烤上 但是 别耽误工作 好的 好的 我去厕所了 师傅 哎 上次你烤鱼的时候 把那杨师傅的手套烧了 你给我来 停下来 站住 别跑 在你的眼眸 相对不用说出口 一样的感受 无论去哪 且搬出发 执着以沉默表达 回去成铁柳 先共赴同舟 青春中化成心斗 温暖在心头 那片金桥的山崖 盛满了百花 管他与虚和风山 也一样停满 剑柄作家 把梦夸作梦 愿只愿战土也无恙 无憾此生终于你 戏剧破关墙 剑柄作家 把梦夸作梦 像西宿中长总不下 带到河山上失礼 才会收年华 带到河山上失礼 才会收年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